受到8月上旬,西南氣流所帶來的充沛水氣的影響 各地許多農作物都遭遇損害 在竹山地區農損情況也是相當嚴重 那我們這次的那個西南氣流所受到的一個雨量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因為淹水,然後所造成的作物的損害 那我們以竹山鎮來講的話 最大的面積的話是紅龍果的部分 它將近有100多公頃 那再來其實是木瓜 那木瓜的部分有50幾公頃 那再來其次是茄子 那茄子大概也有20-30公頃 那其他的就數量就會比較少一點 中央看到農民摘存情況 為了保障他們權益 農委會也訂定了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辦法 針對多項作物都有補助 也希望農民能夠把握申請期限 前往各地公所來做申請 農委會有公告 我們的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的部分 有包含了結球白菜 蘿蔔 胡瓜 四季豆 食用番茄 甜椒 若阿森 西瓜 木瓜 茄子 甘薯 紅龍果 跟絲瓜 那所申請的時間呢 就從8月10號到8月19號 每天的上午8點到下午5點 有受到災害的農民呢 請你攜帶你的身份證 印章 還有農會的存責跟你的所有權狀 或是如果你是跟人家成租的 就帶租約書 然後來我們農經課作為一個申報 先願參孟兒感謝農委會 指向政策的美意 照顧農民減少損失 而申請期限將至也請農友儘快申請 經幾日的連續的幾次的大雨 以及我們的颱風 那造成我們農產品有相當的一個損害 農委會也提出了一些補助的方案 這個補助的方案一直到8月19號 孟兒要在這邊呼籲我們農友 這個也是我們政府的一個良善的一個政策 所以在這南部小補 我們希望我們的農友朋友 趕快的到我們的鄉鎮公所去提出申請 議長和勝峰對於此政策的美意也相當認同 而申請時間至8月19日子 也呼籲有遭遇栽損的農友們 都能夠儘速前往各地公所洽詢申請 希望幫助農友減輕損失 記者盧玉凱 竹山採訪報導 您也有六個嘴巴 墨 竹山採訪 感谢观看